第四百四十八集 主席台上 正准备宣布第二站的王部长 看了台下一眼 脸色僵硬的无以复加 一旁 吕凤柔侧头不看那边 李老头喃喃自语道 今年招生招多少人呢 学校资源欠缺了点 招生人数不能太多呀 这俩人 好像完全没看见那边的秦凤卿一般 也没看到他的重伤垂死 李末看了看他们 又看了看秦凤卿 半赏才失笑道 魔物的学生 有点意思 之前 李末脸色阴沉 蒋超居然就这么被打下台了 他只觉得丢人到家了 可现在更丢人了 这几个蠢货 真的蠢得无可救药了 生气归生气 李末还是笑道 唉 这几个孩子 都是心性纯粮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王部长充耳不闻 就当没听见他的自我安慰了 你说纯粮就纯粮吧 你自己开心就好 这些小子蓝魔舞 恐怕是他们最大的错误 没在管下方喧闹的现场 王部长喝道 第二战 开始 一侧姚承军持枪下台 另一侧 秦凤青总算喝到了一滴生命精华 心中狂喜 却是爬起来就皱眉道 大惊小怪 这点小伤你们闹得什么 比赛吧 我先上台看看 有缘咱们再聊 丢下这话 这家伙马上朝王部长跑去 再混点不灭物质 今天这一架就没白打 赚大了 李飞这边的江西岩 还没下场 秦凤青已经晃荡着白骨胳膊 在王部长面前晃荡 嘴上和李长生他们汇报着 受了点小伤 无伤大雅 没什么事 要打出教育部和五大的威名 手上的动作却是不停 都快把手伸到王部长脸上了 王部长脸色黑得不能看 没瞪秦凤青 狠狠瞪了一眼李老头 上梁不正下梁歪 魔舞都被你们交成什么样了 李老头很委屈啊 这根本不是老子的果 这要不是方平指使的 他能把名字倒过来写 王部长心里骂归骂 可这小子晃悠着白骨胳膊 在他面前荡漾 一副不治好就晃死你的姿态 让王部长无奈至极 随手往他手上打了一道金光 秦凤青胳膊上的血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愈合起来 这一下子 秦凤青才算消停下来 消停完了 这家伙没回方平那边 又跑去找蒋超几人了 李莫欲要伸手 迅速收了回去 算了 不丢这个人了 那几个小子 长点记性也好 不过 李莫还是淡淡说了一句道 这个秦凤青 心眼倒是不少 李老头淡笑道 秦凤青 还是很淳朴的 嗯 是的 老家伙 你要相信 秦凤青是个心地淳朴的孩子 就你这眼力劲 主谋是谁都看不出来 还当啥把柄 别丢人了 秦凤青还在继续打入敌人内部 操场上 第二战已经开始了 李飞这一方 三位女生 江西岩是唯一一位 进入六品中段的女生 这女人用的是一柄神兵长剑 吸取了刚刚蒋超的教训 江西岩一上来就是大招爆发 爆发结束 就急忙离开了原地 担心被姚成军强行突破大招 也和刚刚秦凤青一样 直接贴身战 蒋超被撞没事 她可是女生 被撞成那样太丢人了 结果 她刚离开 姚成军就是精神力直接爆发 不只是精神力 强大的精神力夹杂着浓郁的血腥气 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 从她内感长腔上迅速爆发了出来 这一刻 江西岩脑海中 瞬间出现无数战场厮杀的场景 残肢断壁遍地都是 血液 肠子 脑浆 迸射而出 无数尸体堆积成山 就在这一瞬间 江西岩动作停滞了一下 脸色发白 露出一抹挣扎之色 她哪见过这种场面 脑海中还在排斥这种场景的时候 江西岩已经闻到了腥臭的血腥味 这时候 六品强者的应激反应体现了出来 江西岩瞬间回神 面前已经出现姚成军的身影 此刻的姚成军如同杀神一般 浑身都散发出浓郁的血气 眼神冷漠到江西岩和他对视的一瞬间 不由自主地想要避开这样杀人目光 杀 一声夹杂着精神力震荡的冷酷杀喊声 再次冲击江西岩的脑海 江西岩感受到危机 奋力挥舞着长剑 朝姚成军刺了过去 姚成军长枪一挑 长剑上的震荡之力 让他身形颤动不已 长枪也传来悲鸣声 姚成军却是继续冷酷爆喝 死 从始至终 姚成军都是冷酷 残忍 血腥味十足 在方平看来 姚成军这纯属吓唬小朋友 休息区 方平叹道 老姚过分了 打就打好了 吓唬人干嘛 煞气 血腥气 这些东西杀人杀多了 有这个正常 别人不说 当初方平和三品镜的零一一交手 零一一爆发出的煞气 都冲散了他的精神力 京都地窟虽然相对平静 可战斗也不少 零一一那女人 又是常年下地窟的主 也是杀人如麻 对五大的一些强者而言 交手的时候 爆发这些血腥气 丝毫作用没有 真正的战场都去过 方平这个下地窟 没几次的主 都经历过一次 大规模的中低品战斗 死伤无数 谁会太在意这个 可不得不说 姚成军爆发杀气 配合上精神力 对江西岩而言 还真是一个超级杀手锦 此刻两人已经在半空 交手多次 枪剑碰撞声不断 可江西岩的剑鸣声 却是断断续续的 经常会中断 每一次中断 伴随的都是姚成军 一声爆喝 这家伙 气血不如对方 身体强度也不如对方 兵器也差了点 碰撞之下 其实都是他吃亏 握枪的手臂 早已血肉模糊 可江西岩每一次 被精神力和杀气震慑 姚成军都疯狂出枪 枪枪都是血腥味十足 意识间 完全压制住了江西岩 打得江西岩不断倒飞 有时候 哪怕江西岩反击 眼看着一剑要刺中他 姚成军也是不躲不避 持枪扎向对方的脑袋 依附同归于尽的架势 江西岩哪敢跟他同归于尽呢 打得无比憋屈 举得退让 此刻 他和蒋超刚刚的心态一样 这些人都是疯子 主席台上 李默已经不再说任何话 脸色略为难看 难道又要败吗 之前虽然没败 可在他看来 和败了没区别 现在江西岩全程被人压制 被一个实力不如他的人压制 姚成军的精神力 没能精血合一 对六品中断的武者伤害有限 江西岩只要意志坚定 根本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可惜 江西岩毕竟只是一个 未经历多少风雨的女生 实力虽强 可以才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 经历的未必有社会上的普通女生多 哪来的那么大的意志力 多次下来 江西岩早已心态失衡 此刻 正在半空中焦和不断 常见不断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和气血波动 却是有些没了章法 出招威力再强 也要打中对手才行 之前勇猛无敌的姚成军 此刻在挑动对方乱了章法之际 却是沉稳无比 反而不怎么再出手 而是躲避为主 哪怕身上被爆发大招的江西岩剑芒 披杀得血肉模糊 姚成军也是不动声色 慢慢牵引对方继续爆发大招 刺激他的情绪 绚烂的剑芒在半空中不断爆发 姚成军并不远去 就在爆发区域周边游荡 以免自己离开 对方停止爆发 看到这一幕 李莫轻叹一声 微微摇头 恐怕要败了 这个来自军校的舞者 正在消磨江西岩的意志 消耗他的气血 挫摆他的锐气 这么磨下去 姚成军只要能坚持到 江西岩示弱的那一刻 爆发杀招 恐怕能一击必杀 事实 也不出这位八品巅峰的强者所料 江西岩一连爆发了几十次 结果之前和他硬碰硬的姚成军 此刻却是躲躲闪闪 让他气急万分 越加乱了分寸 就在江西岩再次准备爆发 换气的一刹那 一直躲闪的姚成军动物 下一刻 血红色的长枪之上 泛起了一阵涟漪 刷 爆喝声响彻天地 一道暗红色的光芒一闪而逝 眨眼间从长剑一侧穿透 瞬间扎中江西岩的胸口 一声巨响传来 江西岩倒飞而出 口中鲜血不断喷射 而同一时间 他外套崩碎 里面露出一副泛现金光的内甲 内甲与长枪碰撞 火星爆射 下一刻 内甲之上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反阵力 震得姚成军长枪悲鸣声 愈加响亮 而姚成军也不断倒退 踩踏的虚空暴力 手中鲜血滴落一地 下一刻 姚成军落地 将地面踩出无数坑洞 对面 江西岩也跌倒在地 一脸的悲愤之色 至于伤势 不太重 长枪没能穿透八品 妖兽金甲打造的内甲 渗透进去的气血之力 反而震得姚成军 自己伤势不清 比起蒋超 江西岩稍微好点 没有认输 还想再打 台上 李墨叹息道 西岩 认输了 姚成军并无杀人之心 要不然刚刚一枪刺的 就是她的咽喉 绝不是胸口 李爷爷 忍说 江西岩一脸不甘 也只能不情不愿道 我忍输了 丢下这话 江西岩脸色战红 转头就走 姚成军微微点头 也不多说 转身往休息区走去 她伤势也不是太重 可精神力好空 再打下一个 就是被虐菜了 没那个必要 反正后面还有几个狠角色 之前 她就败给过这几人 勉强赢了李寒松 可李寒松如今五品巅峰 比她高了两个小品 再战 她肯定不是对手 这三人 严格说起来 大概也就王金阳 可能和她差不多 方平和李寒松 是肯定胜过她了 姚成军和江西岩都下了台 李飞几人 脸色不再是难看 而是沉重 一旁的秦凤卿 还添油加醋地打击道 我们不想杀人 姚成军刚刚一枪 没有对准脑袋扎过去 已经是放水了 胖子 你刚刚很明智 提前离开了 要不然她对女人手转 对你可不会 一枪扎透你的喉咙 给你放放鞋 江超缩了缩脖子 小声道 光头 后面那仨 难道更强 秦凤卿笑呵呵呵道 你也就那样吧 仗着境界的优势而已 方平和李寒松都是无品巅峰 我们这些人 提升一个小境界 大概战力提升一倍 算下来 也就比姚成军强个两三倍罢了 江超一脸后怕 接着又一脸庆幸 拍了拍秦凤卿的肩膀 感激道 幸亏我对上的是你 你才无品出断 太谢谢你了 秦凤卿眼神威胁 哎 罢了 现在不找你麻烦 等我和你称兄道弟 骗光你家产 我再收拾你 两战结束 一胜一负 当然 手累至交手 胜负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最后站在台上的是谁 姚成军一回来 方平低声道 去那边 交流一下感情 我 你打了人家女孩子 好意思吗 姚成军脸色漆黑 交手啊 我实力比人家差啊 你难道要我放水 蠢 去问问看 他们有没有恢复精神力的药剂 或者天才地方 我怀疑有 当然 他们实力不够 大概是没有的 先探探情报 方平说着 又低声道 还有 你去探探地 到底有没有精神力的修炼法门 嗯 姚成军脸色一变道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 要不然 政府肯定会推广的 精神力无法主动去修炼 精血合一之下 只能被动增长 随着你本身的强大 精神力也会强大 当然 类似于天地威压式这种地方 也可以用来锻炼精神力 可这都是被动手段 到了精血合一的时候 气血可以酝氧精神力 到了七品镜 三交之门内部的能量 可以酝氧 可这还是被动的手段 主动修炼精神力的法门 是没有的 不像气血 别看方平他们克药 吃能量果 用能源石 那是为了加速修炼而已 实际上 单纯的修炼 淬炼法 是可以不断提升 气血强度的 就是速度慢了点 地球上的能量 之前很少 所以政府也不推广 因为普通人 吸收不到多少能量 修炼淬炼法 容易伤身 可随着能量浓度提升 恐怕很快就会全民推广 淬炼法的修炼了 那时候 大家修炼 哪怕不克药 也足以弥补修炼的消耗 方平轻声道 难说啊 算了 你笨头笨头的 不好套话 回头我去问问他 姚成军沉默不言 直接坐下 我是没你花花肠子多 方平看了一眼 一旁准备下场的王金阳 再看看对面 面色凝重的第三人 轻声道 你们在前面打出霸道 我在后面 实行王道 风度交给我就行 别手软 哪怕输 也让他们记住 五大的学生 不怕死 很强 王金阳微微点头 轻声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想和他们交朋友 嗯 他们知道的东西很多 这次切梭赛 我喊你们来 输赢其实不重要 当然 毕竟加了赌注 还是要赢的 你们别当做一次 单纯的切磋菜 打完就完事了 展现我们的实力 一起交个朋友 天才和天才之间 那才有共同语言 有机会的话 拉着他们一起下地窟 可以帮我们 省去很多麻烦 王金阳 瞳孔微缩 低沉道 你悠着点 弄死了他们 惹怒了那些强者 你扛不住 我知道 所以先交朋友 方平说着 点头道 你先去吧 王金阳也不再多说 很快走入了操场 而方平 扫了一眼姚成军 叹气道 还是这性格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点没变 姚成军皱眉 扫了他一眼 咱俩很熟吗 真算起来 也就见过几次面而已 一旁的李寒松 干巴巴道 他以前 也这样子吗 啊 木头似的 方平摇头 无奈到 不知道变通一下 哎 算了 不提这些了 你呢 还要放转了 他说 不提这些了 我说 你还没想到 帮助 他说 那好 我传闻了 这些了 感谢观看